就会来了 爸爸的反对 可能歌迷的担心 各种艺人参加比赛 无非可能做秀 可能玩票 可能或是想要耍帅或炫富 可是并不是 因为我是真心的喜欢车 想要当个赛车手 这是可能别人不能理解的 我就想要去证明给别人看 没关系 我证明给你看 我赢给你看 可是呢 这是犯了一个赛车最大的一个错误 因为赛车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在98年的一个赛事里面 我就想急着想去超越别人 想要去拿冠军 时速150去阻挡别人 结果车子开始失控 甩尾 150去砰 撞了墙 转了好几圈停了下来 那时候停在那边 车子开始冒烟 我想怎么办 冒烟了 代表快着火了 刚才开了门 一出来一踩 我怎么脚 好像踩不到地 就单脚跳跳跳跳跳跳 跳离那个墙 砰翻过去 车子就砰烧了起来 后来去医院一找 原来脚断了三根 打了四根钢钉 休息了半年的时间 这半年里面呢 我自己 就不停地在回想 为什么会 发生这些事情 演艺事业比较低潮 赛车 又撞车 然后大家的声音就说 你看吧 爱玩嘛 得到教训了吧 各种的声音 其实那时候心里很难过 我在这半年里面 我就想 我是不是 想要追求步伐太快了 太急着想要去 证明给别人看 才导致这些的一些状况 然后后来在99年的时候 我接到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绝代双胶 小鱼儿 有看过吗 对不对 那种 哼 哼 这种 淘皮捣蛋的 我觉得我呢 就是属于那种 很开朗的个性 那种快乐至上的心情 就像天塌下来 我也无所谓的 这种东西 立刻出现了 我应该是 这种 这样的人 我为什么要去 做个忧郁小生 然后 装成熟呢 我就是我嘛 我做我自己 要有自信 这样才对 我的敌人不是别人 而是我自己 我就不断地去突破 自己的单圈 自己的秒数 哪怕是进步那0.01秒 我觉得都是一种超越 一种进步 所以只要超越自己 就是等于胜利 回到赛事场上以后 我发现过去跟我 能够 抗衡的那些敌人 不见了 甚至他们 根本追不到我 就算我在他后面 我也可以一下子 就把他超越过去了 后来他发现 超越自己 比超越别人来得重要 我应该算是单亲家庭长大 我父亲把我们独立带大 所以 我从小就很渴望 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那 当然我觉得我也很幸运 在35岁的时候 遇到对的人 然后 也在35岁我生日的时候 公布了我的这个 最可爱的儿子 小Kimi 有了他以后呢 就让我在生活当中 又更不一样了 因为 又要从事另外一个身份 当一个奶爸 以前过弯的时候 我想都不用想 啪油门踩到底就对了 现在过弯的时候 一踩下去 想到小Kimi的画面 哎呀 再收一点点好了 这样的方式反而 在让我赛车场上 更稳健 更成熟 心态又更不一样 这个世界不停的转变 我们人也不停的要 不停的转变 要不然会被淘汰 可能大家也会觉得说 我怎么有那么多的时间 去了解 做这么多的事情 这么多的身份 有科技公司啦 网络啦 这些东西 一开始我都没有想到这么多 我都是从一个兴趣 爱好 我去了解 慢慢一步一步 去逐梦 去实现它